最近几天,一份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,在方间广为流传。内容涉及昆明债务困难等各种情况,引起了各方关注。开始之前,我们先总结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。事情起因是,近期昆明城投债出现兑付问题,差点技术性违约,引发市场关注。为此,海同民生两家券商,均就昆明城投兑付问题,召开了电话会。 邀请了昆明当地的银行人士,作为专家解读。而民生昆明分行的某工作人员,以个人名义,参加了海同证券举行的电话会议。其中,说了一些比较劲爆的内幕消息,然后在网络传播,引发巨大舆情之后,被辟谣内容不实。而这份不实的会议纪要,主要说了几方面内容。 首先第一点,昆明市某城投,有笔钱到期付不出,向上面求助。上面明确说,今年不能有公开债违约。于是东拼西凑,找其他兄弟城投,凑了一笔钱先渡过了难关。 二是,一直以来,上海是对口帮扶云南的城市。现在的指望,就是去找上海要钱,弄点转移支付来帮忙还债。但是上海因为去年疫情的影响,自己财政都失紧,直接导致今年云南的账,也连带着付不出来。 而且,以前好歹还能给上海点抵押,今年改直接要钱了,因为时至今日,已经无产可押。再是,卖地和银行借贷,都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。 地卖不出去,大家都知道。而银行则是因为借了太多,不愿意再借。 昆明的风险评级,已经过不了,银行内部的封控。再继续带下去,银行的风险敞口太大。 现在只能先靠着几家本地城商行,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大行要想批贷,则需要超越本省的领导批示才行。 总结下来,差不多就是这些。还有一些,细枝末节的内容,无非就想表达,地方没钱,还债困难。 显然,这个文件传播很广,并且许多行业内专家,都选择相信的原因,是这个文件,很细节。 里面涉及到,城投财政债券,社保银行土拍等方方面面。 如果是一般的传谣,很难对昆明的情况,描述得那么全面。但昆明的官方,依然辟谣说,网传会议纪要不实,但具体哪里不实,并没有说明。 然后是,会议主办方的辟谣,有关会议纪要,非海通发布,外部参会人员言论,仅代表其个人。 同时,名声银行也辟谣表示,参加会议并且做记录,是该行员工的个人行为,不代表银行观点。 而且,该员工参会,也没有得到银行授权。主办方,与涉事银行的撇清,反而证明这份文本,确实是某位银行人士,参加了会议后,对会议内容的个人解读。 只不过,从这个纪要来看,文件的个人观点是,昆明的城投债暴雷在即。 而昆明官方则认为,自身债务规模,以及还债资金来源,都在可控状态。 不存在,城投债暴雷违约的风险。 两方在结论上有分歧,普通人,当然很难判断。 最好的方式,就是看数据。 根据昆明财政局的数据。 2022年,昆明法定限额内的政府债务余额为,2230.56亿元。 但这绝非,昆明政府债务的全部规模。 虽然2015年,新预算法要求,各地政府举债,不得突破当年批准的限额。 但地方政府举债的后门,并未官员,仍或明或暗地,采用多种其他手段,进行债务筹资。 这类债务筹,普遍被称为,地方隐信债务。 而在地方隐信债务中,地方城投平台,是主要的举借主体。 据东北证券书里,目前昆明市,有存续债的城投平台,共计17家。 以昆明地铁为例,截至2022年末,该公司有息债务达到976.71亿。 是昆明市,债务规模最大的城投平台。 此外,昆明土投、昆明城投的,有息负债规模,也都超过了300亿元。 目前,综合多家证券公司研报数据。 截至2022年,昆明城投平台,有息负债总规模,约为3700亿元。 其中,标准债余额,大概在800亿左右。 债务压顶之下,昆明各大城投平台,已出现钱荒征兆。 2023年初,昆明土投,由于未按时偿还融资租赁合同,本金及利息3.3亿,被纳入失信名单。 与此同时,昆明城投,也被资金问题所困扰。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,昆明城投,失信案件共三件。 公司被列为,失信被执行人,且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,被列入现销人员名单。 此外,有关昆明地铁的欠薪传闻,近期履现各大平台。 据昆明地铁的财报数据,2021年底,还倡有31.14亿元的现金,及现金等价物。 至今年一季度,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剩约1亿元。 同时,昆明地铁支付给职工的现金,也在减少。 2022年一季度,昆明地铁支付金额为2.17亿元。 而到今年一季度,就只有1.09亿元,直接腰斩。 为什么这些城头,如此捉襟见肘? 其实,当城市化进城,接近尾声。 这时候大量的基建项目,想赚钱很难,而且还要支付,大量的利息。 债务借薪还旧,几年滚下来,规模不断扩大。 但地方,依然无法停止举债。 这其实,就是一种路径依赖。 过去几十年,几乎所有城市,走的都是土地资产化的路线。 通过集约土地,注入到城头平台,然后进行资产化、债券化运作。 通过城头债,得到资金的地方政府,投入到土地周边的基建之中。 随着高价与地铁的开通,相应地块升值,楼价升值。 新的卖地收入,就可以偿还,前期土地债券化的高额利息。 靠着这套,发债基建,土地升值,再发债的循环。 过去的几十年,带给了许多城市,跨越式的发展。 而这条发展路线,能够一直完赚的根源,不是基建的收益。 而是土牌价格的一直涨,每年卖地收入的,一直膨胀。 可是过去三年,走这条发展路线的,一系列城市,开始面临,卖地收入急剧萎缩的困境。 就比如昆明,2019年,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,也就是卖地收入,达到了956亿元。 到2020年,受疫情影响,公市的土地出让金,降到737亿元。 到了2021年,则直接腰斩到,451亿。 一个城市的卖地收入,两年砍一半,是不是很恐怖? 但这还只算开胃菜。 2022年,昆明的全年土地出让金额,只有146亿,仅有2019年的6分之一。 到了2023年的1至4月,昆明市土地出让收入为28.8亿元,虽同比微增2.8%。 但要知道,在2019年同期,昆明的卖地收入,可是达到了181.8亿。 卖地收入的腰斩在腰斩,很显然打断了,卖地与发债的循环。 仅靠这点卖地收入,不可能偿还过去那些年,跨越是发展的利息。 也就只能从转移支付等渠道,拆东补西了。 如果说,从其他省市的转移支付解决问题,是寻找外援。 那么,还有没有依靠自身解决的办法呢? 这时候,各地政府,对手上掌握的可变线公共资源进行高估值, 然后抵押贷款还债的模式,就诞生了。 比如,我们前几天提到的,南宁惠博停车事件。 事件发酵之后,最终以市长道歉,收费单位,停止运营作为终结。 而惠博停车变成了大反派,承担了所有。 曾有许多网友认为,这里面有官商勾结,希望彻查乱收费的公司,以及背后的腐败保护伞。 可是从网络公开信息就能查到。 惠博停车,是南宁国资委层层控股的,国企二级公司。 惠博停车,作为交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,掌控南宁市,所有的公共停车资源。 然后将这些资源,作为公司资产评估,在去年发生了,资产暴涨的情况。 而惠博公司上层的上层,就是南宁市的城投集团。 由此可见,这些停车位几十年的经营权,只不过是像城投收贵的土地一样,有了价码而已。 我们知道,房子车子,是消费中的大头。 在土地卖不动之后,很多城市的着眼点,就落到了汽车之上。 但不是所有城市,都能赚到,汽车制造的红利。 那怎么办呢?没有汽车红利,但有停车红利啊。 汽车越卖,保有量越多,那么与之相对的停车位,就是稀缺资源了。 一旦稀缺资源,还能够长期收费,那就是妥妥的,高估值优质资产。 用这些常年收费的经营权,换取高额贷款,也就不稀奇了。 但既然给了高估值,每个车位每月,甚至细化到每天收取的费用,就有了考核标准。 为了证明这些车位,是可以高回报的现金奶牛。 那就要做成,能划线的都是车位,带轮上路的都得收费。 才能把这些车位的吸金能力做上去,估值也才能更高。 但千方百计多华停车位,然后千方百计的高收费。 最终叠加在一起,只能是老百姓的民怨顶费。 其实,南宁昆明这两座城市,在全国同类城市中,还不是负债率最大的,也不是代偿利息最高的。 连他们都有些扛不住,并双双在这个五月触发预警。 其他更多城市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